104 再职训练班学生选课的资料内容 首先第一个,这个题目有说明一下 他这个是什么? 学校的建教合作中心开设训练课程 有一些学员的资料跟相关的课程资讯 然后承办人,假设你今天是承办人的话 你需要统计上课人数 并汇成学员的修课资料 这样怎么做? 里面的话,第一个我们开启104的题目 打开之后,按照题目要做的事情分别完成 第一个就是学员基本资料工作表 将什么?学号的栏位搬移到A栏 我们来看一下学员基本资料工作表在哪里? 在这里 学员基本资料 然后把学号 放在A栏 其实一般理论上 我们学号通常是放在D栏是比较多的 也就是说D栏,因为学号基本上是 最重要的查询依据 学号是不会重复的 但是姓名 生字 性别这些都会重复 通常会把学号放在D栏 所以要怎么把学号搬移过去 第一个 先把D栏选起来,按右键 减下来 减下来之后,请你在A栏的地方点一下 因为我要放A栏 按右键 把它选择什么呢? 因为你刚刚有减下 一个范围 所以这个时候他要问你 是不是你要插入减下的储存格到这边 所以是 所以把它点下去 这个时候学号就变过来了 特别最后,记得是用减下的方式 把它放到这边来 第一个就完成了 第二个 他要我们做年龄的 利用Date for today 计算 格式一定要是几岁 OK 这一题 最难的 应该是这里 这个公式 所以底下这个部分该怎么说 最后 他说什么,几岁 这个是要制定格式 不能用函数 不能用公式 OK 怎么做 他这边Date for today提示说 起始日期就是他生日 终止日期就是today 就今天 也就是从他的生日 算到今天为止 然后y的话是算 什么,算将差几年的意思 算出来就是他的年龄 所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这个人生日几岁 当然这个时候不是 要你拿出计算机 OK 当然这个地方你要怎么算 算他几岁 特别注意 第一个 我们插入函数里面 理论上他应该是放在日期时间函数 可是这个Date for 他比较特殊 他 有专利问题 所以他没有办法放在清单里面 那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 他这个函数是存在 只是说 跟之前用法不太一样 是说 你只能用自己把它输入到公式 而不能直接从这边插入函数找到 没关系取笑一下 怎么说 一 请你先把游标放在第二 点上面一下 二 等于什么 把Date for 这边做 就根据提问要的Date for 钱瓜糊 把 后面有三个参数 把它填上去 第1个参数是 他的生日 比较前面的日期 第2个参数按豆点 跟哪一天比 他的生日 跟今天比 今天的话是 Today Today这个函数的话 他 会自动去抓 今天的日期 后面记得给个小瓜糊 因为他不需要给任何参数 所以只要打一个小瓜糊就可以 痘点 第3个要什么 这两个日期 相差几年的话 如果你要比年 请各位 日期在后面加个双以后 再加个Y 再加个后双以后 再加个后瓜糊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比两个日期相差 几年用Y 两个日期相差几个月的话用M 两个日期相差几天的话用Date 对Y M D OK 我们是要相差几年 表示说 他可以算出几岁 好了以后把它打勾 如果你公式没打错 那你打勾之后应该就正确了 打勾 OK 这一个字都不能打错 这一题应该是最困难的地方在这里 OK 打勾 51 岁了 那后面的话 但是他要我们51后面加个税 那税的话当然你想说 可不可以用AND 另外一个方法串接一个税在后面 AND 几岁 AND 51 AND 税 这样的话就是串一个税在后面 51税 向下填满 特别税 这种方法你平常用 是可以的 可是题目刚好他有特别强调 他说 不可以用韩式 也就是说我不可以在后面加AND 税 他必须使用自定 数值的方式产生这个结果 所以 跟各位讲这个方法你平常可以用 但是在这边不能用 你把它恢复一下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 让他 可以有税 他说要用自定 的方式 自定在哪里 特别是按右键 除成格式 特别最后 除成格式请你签回到 数值 数值里面 各位可以发现 这个下方就会有个自定 关键的地方来 自定 OK 我要怎么样自定 让他刚好 会有一个税这个字 翻键来 1 点选自定 2 原来是通用格式 请你选择0 0的话表示是这个数字 0就是一个数字的意思 后面请记得再加一个税就可以了 不用加end 因为这个规则不太一样 end 不是end 0表示这个数字 税表示他后面要加什么字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这样子 就是他要的结果 你会想说 老师不是看起来都一样 刚刚end的税 跟现在51税不是一模一样吗 跟各位讲 这里面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刚刚end的税 里面放的是51税 的这个文字叙述 现在这个地方的话 虽然你表面上看到51税 可是实际上存在 Excel这个储存格里面还是储存51 也就是说刚刚这个地方按右键储存格的格式 他这个地方只是 让你 感觉外面是51税 但实际上存在 Excel这个储存格里面还是51这个数字 OK所以存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OK这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会有什么影响 影响很大 目前大家看起来 如果你现在要计算的话 OK你要去跟其他储存格做计算 需要是一个数字的话 那这个方法才是正确的 刚刚那个方法就不正确 可能要 特别小心一下 这个我想大家说一下 按确定 就完成 题目要的 这个结果 这个几岁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搬移 等等 那第二题的话就是 他说 修 修课资料中 复制跟搬移 把什么呢 把学号跟姓名 复制过来 到AB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 把他 这个 这两个 复制一下 A跟B 记得 上课 上课 级别跟班别 分别搬移 搬移记得要减下 放在CD 所以我们 找到这两栏 上课 级别跟 这个班别 按右键减下 特别之后 刚刚是复制 现在要减 因为要移过去 表示这边 不要有这两个栏 放哪里 放修课资料的 D跟D 所以你点下C1 然后直接把它贴上 就可以 原来的 这个地方就不见 所以这个是 移动过去 OK移动到哪里 移动到 修课资料的C跟D OK 这样的话 基本上 我们就 完成 2A的部分 再来后面的话 就分别怎么样 把 出生格 B2到B 120的部分 出生格 和 色彩设定为一样 请各位试一下 先讲到2A的部分 待会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等会们再来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